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一起聚集在這邊 這一個禮拜開始呢 我們要進入一個新的季節 這個季節是什麼 就是代將節 這一個禮拜 今天這一個主日 是代將節的第一個 第一個主日 也是在我們基督教的年曆裡面 一個新的開始 也就是說 今天也算是一個新年 也算是一個新年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是一個新的開始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代將節的時候 要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要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在代將節的時候 你要去回想 當以前的人 他們在那麼政治壓迫 在生活這麼醜苦的時候 這個代將節要帶給他們的是什麼 是他們在最沒有希望的時候 他們知道 有一個彌賽亞 要來到這個世界 有一個彌賽亞 有一個旺王之王 旺主之主要來到他們的生命當中 所以當你在最沒有希望的時候 盼望你不要忘記 在當時最醜苦 大家都覺得我沒有希望的時候 神能預備一個希望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神能預備一個希望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所以當我們再次在經歷 這個代將節的時候 除了提醒我們 當我們在最沒有盼望的時候 神為我們預備盼望 再來 也是提醒我們 要預備 迎接 迎接耶穌基督的在理 預備耶穌基督的在理 我們知道代將節是一個很特別的節期 特別是在基督教裡面 我們都會有一個儀式 就是通常在禮拜的時候 有些教會 你會看到他們會在他們的桌前放一個燭台 那這個燭台它必須有四個蠟燭 有四個蠟燭 這邊一二三四 那中間呢 這一個呢 就是等到聖誕節的那一個主日就點燃 代表耶穌基督的光已經降臨到這個世界 已經降臨到這個世界 那我們看這個旁邊有一個綠色的環 對不對 這個綠色的環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綠色代表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所以呢它是代表一個新的生命 那為什麼要用圓圈呢 為什麼要用圓形的 因為代表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所以今天有些人會把這個綠色的代降環 掛在自己的門口 掛在自己的門口 我知道七樓的牧師館就有一個明星 它就是代表神跟我們同在 神跟我們同在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家外面也有掛一個 掛一個這個 你就可以跟人家解釋 因為神來到我們的家中 祂跟我們同在 帶給我們新的生命 帶給我們新的生命 那這四個蠟燭 每一個蠟燭都有一個意思 每一個蠟燭都有一個意思 那在每一個主日就會點燃一支 就會點燃一支 就會點燃一支 這個意思呢 來第一個就是期待 當我們點第一個蠟燭的時候 就是這個主日 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期待一個希望 那下禮拜呢 下禮拜就是準備有信心 在第三個禮拜呢 就是宣告喜樂 第四個禮拜 就是啟示跟忍耐 以及救主的將領 以及救主的將領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代將節裡面 是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是要我們預備自己 是要我們預備自己 所以在這個季節裡面 你不要忘記 有一個時間 你可以安靜自己 你可以安靜自己 在四季末的時候 他們的代將節怎麼過的 你們知道嗎 他們的代將節 那時候沒有代將節 他們那時候的名稱叫做 聖誕節前的準備期 他們那時候沒有稱代將節 他們叫做聖誕節前的準備期 那在這個節期裡面 他們怎麼過 他們用四十天 這四十天要做什麼 禁食禱告 這四十天要禁食禱告 那在這個四十天裡面 他們就預備自己 迎接耶穌基督的降生 迎接耶穌基督的降生 所以呢 在這四個節期裡面 怕我們也有一個時間 是可以安靜自己的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基督徒裡面 其實我們在聖誕節裡面 都會非常的忙 其實你看全世界 全世界也非常的忙 我今天早上 買早餐回來的時候 有稍微把電視 看一下新聞 因為昨天忙了一整天 我沒有看新聞 你知道我今天一打開電視播的是什麼嗎 我們知道在國外他們的感恩節過後 他們的那一個禮拜五都會有一個大財購 大財購全世界的 也不是全世界 全部的人都非常的忙 美國人有一點事意去買東西 那他們在買東西因為都很便宜 所以大家就一直搶一直搶一直搶 我看到最誇張的是 大家還拿電擊棒 互電耶 為了搶東西 所以我們知道 在聖誕節裡面 我們除了準備 我們的聖誕節的東西 會非常的忙 除了在教會裡面 預備聖誕節 我們會非常的忙 再來是 所有的百貨公司 都在推聖誕禮物 我們都會非常的忙碌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要忘記 有一個時間 是你跟耶穌基督的 有一個時間 安靜自己 思考一下 回想一下 在你最沒有盼望的時候 當你知道有盼望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什麼 我相信那個感動 會一直在你的心裡 會一直在你的心裡 今天我們知道 當我們要得到一個希望的時候 你通常會用什麼方式知道 你不是直接看到 就是直接聽到 但是我們知道 今天的故事 這個人是 看不到 他是一個逃犯的瞎子 在經文裡面寫 他是一個逃犯的瞎子 他是眼睛看不到 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只能用耳朵聽 他只能留心聽 那個機會 什麼時候來 那個盼望 那個希望 他怎麼抓住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是不是一個 留心聽的人 我們是不是一個 留心聽的人 今天這一個瞎子 他在這邊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只有他聽不到 那他必須要在萬人子裡面 一直想一直聽 他們在說什麼 他多麼的用心聽 他多麼的用心聽 在讀者文哉裡面 他有報導過一篇故事 他說有兩個人在坐船的時候 因為那個航程很長 所以他們在坐船的時候 其中有兩個人就有對話 那其中一個很老的阿伯呢 就跟一個年輕人 講了好多的心事 那這個年輕人 也都沒有拒絕這個阿伯 也沒有發表任何的事情 就是厭惡 或者是他討厭 跟他有這麼長的交談 那他花很長的時間 跟他交談之後 那個阿伯最後跟他說 謝謝你 那我的心裡得到了許多安慰 因為你是唯一一個 會聽我說的人 你是唯一一個 會聽我說的人 過不久 他回去他的家庭之後 他收到了一封信 這是一個律師寄來的心 這個阿伯跟他說 在我的生命當中 沒有幾個人 可以這樣跟我分享 那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孩子 但是我決定 把我的遺產都給你 因為你是一個願意 聽人家說的人 我相信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一定也會這樣幫助許多人 你也會這樣幫助許多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要留心去聽 我們要留心去聽神的聲音 我們要留心去聽我們身邊的人的聲音 因為當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助他 因為當我們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安慰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五官裡面 為什麼我們只有一個嘴巴 兩個耳朵 神已經在提醒我們 多聽 多聽 多聽聲音 多聽聲音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 如果今天你要找一個人幫忙 你平常沒有跟他建立關係的時候 你有時候很難找他幫忙 因為他根本不了解你的情況 因為他根本不了解你的情況 所以今天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當你跟一個人建立關係 你們的關係會越來越好 同樣的 你跟神之間的關係 也需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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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跟耶穌基督建立一個最棒的 互動關係 就是禱告 就是禱告 今天我的題目叫做 握緊希望 握緊希望 在你禱告的時候 你手中握緊的是什麼樣的希望 在你禱告的時候 你的手中有滿滿的希望 你知道嗎 雖然我們知道 我們握的時候 你會覺得沒什麼 但是 你的希望就在你的手中 你的希望就在你的手中 從小其實我沒有教我的 特別教導我的孩子 在禱告的時候要手握起來 可是他每天現在晚上睡覺 他一定會跟我說 禱告禱告 其實我相信神真的把那個愛 放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從你還小的時候 神就把那個盼望放在你的心裡 就告訴你知道 要與神親近 要與神親近 今天我們也知道 這位看不見的瞎子 他最大的渴慕是什麼 就是親近神 他一看到神的時候 他就說 大胃的子孫啊 可憐我吧 大胃的子孫啊 可憐我吧 聖經裡面有一句話說 你來親近我 我就親近你 你親近我 我就親近你 當這位瞎子看到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就大聲的呼求說 大胃的子孫啊 可憐我吧 大胃的子孫啊 可憐我吧 今天這位瞎子這麼迫切的呼求 耶穌基督有沒有聽到 在那麼嘈雜的裡面 耶穌基督他是有聽到的 耶穌基督他是有聽到的 所以今天在我們的手中 你所握緊的是什麼 是一個滿滿的希望 你所握緊的是一個滿滿的希望 有一個工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吉尼 那他在還沒有信主之前 他很兇 他什麼事情他都用罵的 但是當主耶穌改變了他的生命之後 他每天要去上班的時候 他都會經過一間小教堂 那他每一次呢 當他信主之後他知道 他每天都會去跟耶穌基督報道 他每次只要去上班之前 他一定都會走到教堂前面 跟耶穌基督說 我來了我要去上班 求你祝福我的一天 那有一天呢 因為他的那個礦工廠爆炸了 他就受傷 他就住院 當他在住院的時候 他知道他上班的時間要到了 他又聽到教堂的鐘聲響的時候 他心裡只有一個感觸就是 怎麼辦 我今天沒有辦法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可是那時候神的話語就引到他 神的話語就說 沒關係你不能來 但是我與你同在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願意跟神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關係會越來越緊密 那個關係會越來越緊密 聖經裡面有一個故事是 有一個人生病了 可是大家都想要看耶穌基督 但是他的朋友生病了 他們也很想看 他們也很想要得到神的遺址 所以呢 他們就把他的朋友帶著 爬到屋頂上 把屋頂拆開 然後呢 把他的朋友用線綁一綁垂下來 為了要得到耶穌基督的遺址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有握緊這個希望嗎 我們有握緊這個希望嗎 耶穌基督隨時就在我們的身邊喔 耶穌基督隨時就在我們的身邊 所以今天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用心 有沒有用心 最近如果我們仔細看 看電視的廣告 你會看到一個不動場的廣告 然後說 有心最要緊 有心最要緊 我們知道在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放心思意念在上面 那是不能成功的 我相信我們的爸爸媽媽在教小孩子的時候 應該也常常罵孩子一句話 啊你都沒有心了 甚至在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時候 也常常會說這句話 啊你都沒有心了 所以我們知道有心最要緊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也是一樣 有心最要緊 那個用心是神所看重的 那個用心是神所看重的 所以我們知道 在今天的經文 這個蝦子 他有一顆心 他有一顆很用心 而且呢他很心 走在前頭的人 則被他不許他做生 他就越發喊叫說 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 當這個蝦子呼求的時候 大家都告訴他 你不要再講了 你不要再講了 但是他有放棄嗎 他沒有放棄 他有一個橫心 我們看這邊這個責備 這個責備 當時蝦子在當時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是非常低的 所以當時的人請到他說 你不要再出來 你不要再講話 你可以想像如果他一直講話的時候 他可能會面臨的就是被揍 有一句話怎麼說 蝦子吃湯圓心裡有數 當蝦子在吃湯圓的時候 他心裡會想一顆 兩顆三顆 所以他 這位討飯的蝦子 他知不知道 如果他在繼續喊叫的時候 他會面臨到什麼樣的狀況 他可能會被揍 可是他說什麼 他還是一樣 一直努力的 很單位的子孫 那可憐我吧 他越發喊叫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在你的信仰上面 你有這樣的執著嗎 當你禱告的時候 神今天沒有聽你禱告的時候 你有更迫切的禱告 如果撒旦在你的生命當中 告訴你說 你不要禱告了啦 神根本就聽不到 你就這樣放棄了嗎 還是你跟這位討飯的蝦子一樣 越發越努力說 大魏的子孫啊 可憐我吧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禱告當中 我們就是要學習那個恆心喔 那個恆心 我們如果從舊約看過來 亞伯拉行為索多瑪城 祷告的時候 他有沒有恆心 有 他從五十個人開始 他說 上帝啊 如果這一個城 有五十個藝人 那你還要滅絕這個城嗎 上帝說 不要 他說 那如果還剩四十個人而已呢 上帝就說 那我也不滅這城 那如果只剩三十個人而已呢 那我也不滅這城 那如果只剩二十個人呢 那我也不滅這城 那如果只剩十個人呢 那我也不滅這城 所以在亞伯拉喊的禱告裡面 我們知道 他為了這件事情 祷告了幾次 他也是這樣持續的祷告 再來 以利亞 當他跟所有的先知大戰的時候 說我要下雨了 他祷告的時候 他也做了一件事情 旁邊這一個人是做什麼的 是去幫他看有沒有雲來 他去看了幾次 他去看了七次 所以他們有沒有橫行 如果他今天祷告的時候說 上帝要下雨 去看了一次 我要沒有雲 放棄了嗎 去看了兩次 我要沒有雲 放棄了嗎 看了三次沒有雲 放棄了嗎 他們都沒有放棄 他們看了七次 直到看到一片小雲 以利亞就說 要下雨了 就開始下大雨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從舊約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先知 所有的聖經能物 他們在祷告裡面 他們也是很有狠心的 好 還有摩西呢 當以色列人 跟亞馬利人在大 在爭戰的時候 你知道多神奇的事情 摩西他也是迫切的 為以色列人祷告 當以色 當摩西沒有祷告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輸了 當摩西在祷告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贏了 所以摩西一直舉手 舉手祷告 舉手祷告 祷告他的手很痠的時候 旁邊 他的亞倫跟護兒 扶著他 持續祷告到什麼時候 持續祷告到日落的時候 所以他的祷告 是一整天的 所以他的祷告是一整天的 所以透過這些故事 透過這些經文 透過這些先知人物 再次提醒我們 當我們在祷告的時候 你要有痕心 那記得 我們手中握緊的 是滿滿的希望 今天你打電話給一個人 如果他沒接你會怎麼樣 再繼續打 特別你非常有提示 要找他的時候 你一定會怎麼樣 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他接為止 他接起來的時候 你還會跟他說 為什麼你都不接電話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就用這個狠心 你就用這個狠心 在你的祷告裡面 用這個狠心 跟神祷告 主耶穌在他的生命當中 他也教導我們這件事情 當他在科西馬里面 祷告的時候 他祷告幾次 三次 他祷告三次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的祷告 是一下就放棄了嗎 魔鬼不怕我們祷告 他最喜歡的就是 我們沒有信心的祷告 他最怕的是什麼 我們橫切又迫切的祷告 我們有信心的祷告 是魔鬼 是撒旦最怕的 所以 我們要迫切的祷告 我們要知道 我們手中握緊的是一個 滿滿的希望 再來 耶穌會問你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今天你在祷告裡面 你要的是什麼 今天你在祷告裡面 你要的是什麼 這位討伴的蝦子告訴他 我要能看見 我要能看見 你的手中握一個滿滿的希望 但是你知道這個希望 要帶給你的祝福是什麼嗎 當你知道你具體清楚的明白 你想要什麼的時候 神你更能了解神要給你的心意是什麼 你更能了解神要給你的心意是什麼 這一個圖畫 我相信我們都有看過 對不對 是一個祈禱的手 是一個祈禱的手 這一個作者叫做 雅伯爾杜勒 雅伯爾杜勒 那我們 在這邊稍微說一下他的故事 他的家庭裡面有18個孩子 他的家庭裡面有18個孩子 我們知道一個家庭要養18個孩子 應該是非常的不簡單 所以當他們在求學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靠他們自己 他們必須要靠他們自己 有一天晚上呢 這個雅伯爾跟他的哥哥 跟他的哥哥 他們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他們說到他們未來的夢想是什麼 他們說到他們未來的夢想是什麼 他的哥哥呢 就說我想要當一個藝術家 哇 那他的弟弟說啊我也是耶 可是你想他們家 有辦法一次兩個人都去讀藝術大學 都去讀藝術的學校 當然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兩個人就說好 那我們來執銅板 輸的人呢就先在家裡工作 贏的人呢就先去讀大學 就先去受訓 那他們兩個在執銅板的時候 誰贏了 就是這個雅伯爾度了 他的哥哥就輸了 他的哥哥就輸了 那這個雅伯爾呢他去學校 他也真的非常的認真 他也真的非常的認真 他在學校的功課 一直都非常的好 那他在畢業之後 他沒有忘記他的哥哥 所以他就回到故鄉 在有一天晚上在慶祝的時候 他拿著酒 要去謝謝他的哥哥 順便告訴他 換我們兩個要交換 就是換你去上大學 我在家裡工作 那當他去敬酒的時候 他只看到他的哥哥兩旁淚 為什麼 他的哥哥就給他看他的手 就給他看他的手 他說 我在家裡工作的這幾年 我的手已經變得沒辦法彎曲 那你想 我這樣的手 我有辦法拿畫柄嗎 我有辦法拿雕刻刀嗎 所以他的哥哥兩旁淚 他說沒關係 我很開心 你可以為我去送 你可以從我們家 有你這麼棒的藝術家出身 有你這麼棒的藝術家 那之後這個宴行結束了之後 這個亞伯爾有一天 他看到他的哥哥在禱告 他看到他的哥哥跪著禱告 他哥哥禱告說 雖然我沒有辦法成為藝術家 但是請上帝把你要給我的這個職份 更多的交灌在我的弟弟身上 更多的交灌在我的弟弟身上 所以呢他的弟弟 亞伯爾看到他哥哥這個祷告的動作 他覺得他非常的感動 他就把他畫下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看到這一幕圖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感覺 為什麼這個哥哥可以這樣的為弟弟祷告 是因為他自己親身也喜歡當藝術家 所以我相信在他的生命 你當他在禱告的時候 他可以清楚的告訴神 需要為他弟弟預備的是什麼 需要清楚的預備給他弟弟的恩師是什麼 所以在我們的禱告的時候 不要忘記 你要清楚明確的告訴神 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什麼 有一些人呢 在他們的部子裡面 他們會記一些禱告事項 那有些人 會特別在下面寫 有沒有應允 有沒有應允 這其實也是鼓勵我們 有信心恆切的禱告 有信心恆切的禱告 當我們知道神應允我們的時候 你會更有力量的做禱告 你會更有力量的做禱告 再來我們看到最後 耶穌說靠著你的信心你可以看見 靠著你的信心你可以看見 這個箱子就立刻起來跟隨耶穌 一路榮耀與神 眾人看見這事也讚美神 在聖經裡面呢 在聖經裡面有人去計算過 聖經裡面有七千多個應許 所以我們可以承受這麼美的應許 你可以承受七千多個應許 上禮拜我們在感恩節的時候 我們分享了一句經文叫做 不住的禱告 不住的禱告 親愛的弟兄姐妹 要再次提醒我們每一位 你們手中握緊了 是一個滿滿的力量 是一個滿滿的力量 我們一起來唱今天的回應時 那雙看不見的手 那雙看不見的手 我相信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像其他宗教一樣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耶穌基督 就直接站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沒有辦法看像其他宗教一樣 就直接看到一個佛像在那邊 但是你要知道 當你更多的親近神的時候 神就更多的親近你 你會告訴別人 神就在我的身邊 神就在我的身邊 所以盼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做這樣的見證 特別在四二月份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傳福音的季節 你可以把這個見證告訴更多的人 我們一起來唱這一首歌 那雙看不見的手 eyes Ji tim 甚至 fühlt 誰不求你 數目到你 還是 我知 你正在陪我的QUI 噢主耶稣 噢主耶稣 我神知道 你一直正在正 是你的手 平恨的手 是你一手 平恨的手 重新抚慰 我拿破碎你心田 是你身影 溫柔和諭 彩度点满 我心里中的极客 谁不见地 出不到你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的云 噢主耶稣 噢主耶稣 我神知道 你一直正在这里 是你一手 平恨的手 重新抚慰 我拿破碎你心田 是你身影 溫柔和諭 彩度点满 我心里中的极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很乱 你会觉得你自己很乱 因为你觉得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听到你的祷告 可是在今天我们透过这件经文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神一定有听到你的祷告 因为当这个小子在这么多人的时候 大神 大家在那边 大神呼叫 大神喊耶稣 我们知道那个场景是多么的热闹 一个最卑微的人 一个情感 一个看不见的人 他没有办法自己快速地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耶稣是有听到他的声音 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幸福 当我们觉得我们陷在泥沼当中 当我们看不见盼望的时候 在这个代降节的时候 也再次提醒我们 当你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耶稣基督要来担当我们的罪 要来担当我们的重担 甚至祂把我们的重担都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你觉得你软弱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神听得见你的声音 我觉得梁文艺在做这一首歌曲的时候 他写的很好 他说虽不见你 触不到你 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地上 主耶稣主耶十五 神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 所以当你在生命当中 你觉得你看不见神 看不见你那个胖龙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神就在这里 我们在一起来唱 谁不见你 谁不见你 赎不到你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的预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深知到 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 是你的手 忌恨的手 重心抚慰 我刀破碎的心田 是你的身影 温柔话语 再度填满 我心里终于集合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透过代讲节 谢谢你透过这个节期 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没有盼望 当我们失去信心 当我们以为 我们的前面没有入的时候 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 这个祝福是何等的美好 主我们知道 在圣诞节期 是一个穿布衣的节期 愿你来使用我们 兼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圣诞节期 手所奏一切的功 主耶稣 愿你的荣耀 降临在这块土地上 愿你的平安 归给所有的弟兄姐妹 也让更多卫星族的人 来到主你的面前 归转向你 主我们知道我们软弱 但是靠着你 凡事都可惜 再次将自己献上 愿主垂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成为福音的精兵 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发光 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让所有的人都得着这个希望 主我们再次将荣耀会给你 祷告都是皇耶稣基督圣名 尘得是皇族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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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 張